哎 弗兰克林曾经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 可见税收是有多么的重要和可怕 确实你看 不管你是个打工人还是个老板 税收都是你逃不掉的事情 大家可以想一想 自己每年交了百分之多少的税 相信打工人一定都深有体会 但是在6月8号的时候 美国有个媒体叫做ProPublica 它就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它爆料了全美最富有的25个大佬 就发现他们竟然都没交多少税 就比如你拿巴菲特来说 整天喊着富人应该多交税 但你看看它从14年到18年这5年 一共只交了2370万美金的税 听着这个数是很多了 我为什么说纸 它这5年的身价增长达到了243亿美金 你这么一比 就是千分之一 0.1% 类似的算法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首富贝索斯 是0.98% 都不到1% 那你说 像咱们小林这样 整天坑持坑持努力工作 还得交个百分之二三十三四十的税 心里是不是非常的酸手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税收 一方面咱们说说这些大佬 他们怎么就交了那么点的税 当然我们不讨论那些什么 偷税漏税逃税 这些非法的操作 也抛开道德和主观的层面 我们仅仅就是从合法 合理避税的角度 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大家也别一听是大佬 就觉得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咱们可以提高一下 对税收的认知 之后 你再听说谁 哪个大佬又怎么避税了 到时候就微微一笑 心想 这不就是小林当时讲的第二章 第三节的第五个知识点吗 行废话少说 我们开始 声明一下 本视频不包括任何税务件 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 还请咨询专业税务人士 其实说税收呢 简单来讲 就是政府会从你的获利当中 收取一部分的比例 当然实际的情况非常的复杂 税法本身就是一个 很让人头疼的东西 小林总监 和我们收入获利相关的税 主要就分这么三大类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收入 非常简单 我去996上班 我是个马农 我拿工资 我去餐厅打工 我拿工资 我把房子租给别人 我赚钱 这些类别啊 虽然各种各样 说白了 就是实打实的收入 这部分呢 一般就是我们要交一个 所得税或者收入税 这应该也是我们 最熟悉的一个税种 因为大家基本 你只要工作就都得交 最高呢 能达到差不多百分之四五十 第二类呢 叫做投资增值税 就比如说我们买个房子 炒个股票 或者做个艺术品投资 买的这个东西呢 增值了 增值的部分 就要交一定的税 这个税在欧美国家 是比较常见的 像在欧洲呢 这个数字普遍能达到 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国内现在基本上 还是不收增值税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国内的朋友 要到海外投资 一看就说 怎么还要交增值税 我赚了钱又赚了钱 还要交税 What 我跟海外的朋友聊投资 他们听说国内没有增值税 也非常的惊讶 说中国都没有增值税 What 第三种啊 简单来说叫白给的钱 这个呢就是遗产税 那政府也得从里边抽一部分 在一些欧美国家 甚至都高的离谱 但国内现在 还是没有这个税 OK 好 那现在收入税 增值税 遗产税 这三个我们就简单说完了 下面咱们来看看 这些大佬到底都是怎么操作的 咱先说这个直接收入 这收入税怎么算呢 就是你的收入 乘以这个税率 然后收入这块呢 一般来讲是你要纳税的收入 再减去一个可以抵扣的成本 把这个扩起来 乘以一个收益 所以要想避税呢 无非就是从这三个点去下手 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税收收益 你想啊 一般富豪都有一个公司 都是公司的什么大佬二佬 对吧 大佬就可以跟董事会说了 就是说 你看你们就别给我发那么高工资了 发工资弄得高了 然后还得被外面骂 你们就一丢丢一死一下 就给我比如说发一块钱 这样我对外也是个伪光正的形象 对内呢 我还能减少一下我自己的税机 咱看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想这些拿着一块钱工资的人 都是手持着巨额的股份的人 假设啊 举个例子 这个大佬 他有100亿公司的股票 你想啊 这公司往上涨1%呢 对他就是一个亿 他要对外一说 我拿着几千万的高额薪水 对他的口碑就很不好了 就会影响到这个公司的市值 跌个5% 那就损失就是5个亿啊 你说说这么一笔 他是不是就不care那么个 几十万啊 几百万的小钱了 所以从20世纪早期开始啊 美国就兴起了领一块钱工资的风潮 Dollar year man 现在很多首富级啊 包括tech界的大佬 即使不是一块钱啊 给自己工资 其实都是很低的 而且啊 你说这拿一块钱工资 真的就是不拿工资吗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公式 讲完了收益 下一步呢 就是要增加抵扣的成本 就叫deductible 这个怎么解释呢 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开销 都是用我们税后工资去支付的 比如说啊 你赚1万块钱的工资 交了20%的税 你剩8000块钱 然后你买了个电脑 花了5000块钱 这时候你剩了3000块钱 对吧 但富豪他们不是这么搞的 因为富豪都有公司对吧 他们要买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呢 就可以充公用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5000块钱的电脑 是可以作为一个成本 给抵扣进去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你1万块钱收入 先买5000块钱电脑 剩下5000块钱再交税 到手就是4000块钱 哎 鼠笔杆就省了 他们可以用各种的手段 只要是和公司的开销相关的 哎 我就都可以作为成本去抵税 所以呢 你看看赚钱的时候 我能低调就低调 能不吭声就不吭声 但是花钱的时候 我要大张旗鼓 把所有的成本都放进去抵扣 这样是一算 我都亏了那么多钱了 还交什么税 yes 就比如ProPublica的报告就显示 贝索斯在07年的时候 分红拿了4600万美金 但是呢 他就以各种各样的成本 都抵进去了 最后就没怎么交税 不过说抵扣 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抵 它还是得跟你这个公司啊 业务啊 正常得是合理相关的 才能抵税 这里边水就很深了 咱们先来看几个小例子 说到和公司业务相关啊 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其实是挺难的 你说你天天吃喝拉撒 跟工作有什么关系 但是啊 富豪就不一样了 我99%的开销 其实都可以跟公司相关 比如说我出个差啊 差旅啊 请人吃饭啊 参加宴会啊 宴会礼服报销啊 等等等等 都决定了我的公众形象 它就和公司发展息息相关 那这些钱自然而然 都可以走到公司的账上去抵成本 你再看看扎克伯格 2013年开始的时候 就给自己发1美元的工资 不过啊 他在2019年的时候 他家的什么私人飞机消费啊 安保啊 金额就达到了2340万美金 说到这儿 想起来当时 特朗普被查税收的时候 据报道啊 他的每年的发行费啊 是7万美金 你说 再比如说很多明星 艺人他们开工作室嘛 那些服饰包包 名表 香包都很贵 但是呢 都是工作正常的开销 就都可以抵到公司的成本里头去 好 刚刚说那个就比较正常了 咱们下面来说点进阶的 就是搞慈善 众所周知啊 慈善是可以抵税的 有的时候我报税的时候啊 我今年去捐了一箱衣服 那个衣服呢 虽然也算不了多少钱 但我都可以放到那个税机里 把它抵掉 但大佬就不一样了 人家捐慈善都是大手笔 极亿极亿的捐 那就可以直接 作为这个成本给抵扣进去 就比如我今年赚了2亿 我做了1亿的慈善 那其实只剩下一亿的部分 需要交税了 当然啊 大部分的大佬这些钱 还都是真的捐了的 就比如说比尔盖茨 那个基金会那么多钱 还是实大实的 做了不少实事 不过啊 还是有一些基金会呢 它里边就比较暗箱了 就有点不清不楚的 就比如说啊 有一个叫GoPro 大家都知道 就那个拍东西的 它的创始人叫Woodman 2014年的时候啊 GoPro上市之后 Woodman就立马给一个基金会 捐了5亿美金 哎呀这可真是非常的慷慨啊 所以它当时就被誉为 2014年大慈善家 但是呢 仔细一看 这5亿美金到现在都没画出去 它捐给了一个叫做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硅谷社区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啊 来头可不小 你想硅谷都是大佬嘛 搞一个社区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里边 管理的总资产有130多亿美金 但是它的性质啊 就跟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那种公开 我们能看到它的款项非常不一样了 它叫做Donor Advised Funds 意思呢就是说 捐钱的人 可以决定这个钱该怎么花 哎 那这里边就可以有一些空间了 就比如说你看 我有个小孩 那我就可以给哈佛捐钱 我要是喜欢打高尔夫 我就可以捐钱给那个高尔夫俱乐部 哎 这样之后我啊 可以去消费 这么一来呢 富豪把钱捐到了基金会 不光省了税 还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消费 哎 你说精彩不精彩 Yes 还有更精彩的 比如说我们花100万买了一幅画 过几年呢 这个画涨到了1000万 这时候呢 如果我把这个画捐给一个基金会 那就可以抵1000万的税收减免 而且对于这种画啊 就是流动性非常差的一个资产 它值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机构 来帮你评判 那这里边就是有一些 可以迂回的空间了 而且啊你想 即使你想把这幅1000万的画卖 你找个拍卖行 它都给你收入 中间很高的一个手续费 哎 那你看 我把这个画捐给一个慈善机构 又能减少我的税积 同时又少交了增值税 是不是 精妙 Yes 好 我们说完了收益 说完抵扣成本 下一个就是税率这 这个怎么操作呢 其实啊 就是把我们收入 从一个高税率的类别 把它降到一个低税率的类别 就比如说美国啊 特朗普上任之后 他是把公司税从35%下调到了21% 那假设有一些人 他的个人所得税 是在40%左右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把赚的钱 从自己算成公司 是不是就能中间 省了大概20%的税 这也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看明星开工作室啊 他们如果赚钱 是以个人的名义赚的话 就要交个人所得税 但你如果开个公司 开个工作室呢 他就是按公司的企业税来交 这个就比个人所得税要低很多 再比如啊 对公司来讲 根据这个公司所在的地点 他的税率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公司 开在什么霍尔果斯啊 开曼群岛啊 就因为这些地方的税率非常低 你看开曼群岛 他们注册的公司有10万家 比当地的人口都多 所以你看就是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钱往税低的地方走 就是这么个道理 好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方法 都是规逼收入税的 但是这对这些富豪来讲 其实就是毛毛雨 因为我们刚刚说 他们的财富积累和增长 主要还是靠公司的股价增长 和市值的增长 比如说Elon Musk 2020年的时候 身价涨了1000亿美金 那你说就算他有个几千万 甚至几亿美金的收入 不就是毛毛雨吗 所以对于像股票 这种资产增值类的 就说到我们刚刚说的第二类 就是增值税 一般国家是这么做 当你变现的时候 就是你实现这个收益的时候 我要收增值税 但是呢如果你一直不套现 就比如说你股票 就一直放在股票里 或者说你买了一个艺术品 开始100万买了 1000万卖了 这1000万你再去买艺术品 只要你不把这个钱拿出来 我就不收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算那个比率 1000分之1 100分之1那么低 也是因为他们大多数的身家增长 都来源于股票的增值 换句话说呢 就是他们没卖 所以呢这部分都不用交税 说到这儿 那就有变通之法 我就不卖这个股票呗 对吧 你想又卖了又得交增值税 同时还得丧失 对公司的控制权 岂不是得不偿失 那有些人就要问了 你说他这个股票涨了 是纸面价值 我总不能一辈子都 那个纸面价值 我总有一天 钱拿出来对吧 所以这税早晚都得交 还真不是这样 这就引出来了 我们说富豪必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 就是对他们来讲 纸面价值也是价值 这个价值呢 我不用拿出来花 但是我可以用它去借债 比如说我是扎克伯格 对吧 这时候我找一个银行 我说 你们看我 我是扎克伯格 你们知道我都有钱 对吧 我的股票价值1000亿美金 我这两天 我手头有点紧 你看你们能不能给我 带点款 我可以拿我的股票 做抵押 你想扎克伯格 手里打着Facebook 那么多的股票 他的信用 比一般的中小公司 都要高得多 况且还有股票做抵押 那就是轻轻松松 就能借到钱 而且利率还非常低 因为对于这些 顶级富豪来讲 身价太高了 所以他们日常 那些花销 再怎么着 都是九牛一毛 只要我们公司 股价不暴跌 那我就可以 一直找银行 这样去贷款 一直打股票去做抵押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借下去 那有朋友就问了 你说万一股票 要是暴跌了怎么办 万一股票是暴跌了 这时候他们担心的 就不是避税这回事了 所以你看他这么一来 股票不用卖 税也不用交 钱也拿到了 生活还不滋润 是不是很精彩 所以去年 Elon Musk 他就以9200万股 特斯拉的股票 去作为抵押 带出来了至少5亿美金 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那有朋友就又要问了 那我们借的钱 也总得还呀 不管我是股票投资 房地产投资 艺术品投资 再怎么利滚利 总得有个头对吧 总有一天 我得把这个股票 卖了来套现 对富豪来讲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这就说到我们 马上要说的第三块 就是财富的传承 这些富豪 他们财富在不断地积累 同时他去抵押借钱 他的负债也在不断地增加 他们就这么一点一点 在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那总有一天 是要传得给下一代 我们刚才说了 只有死亡和税收 是不可避免 而传承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以前传到他子女手里的时候 之前资产增值的部分 就不用交税了 但是呢 这个子女需要交一个遗产税 我们都知道 遗产税是非常高的 在很多国家都能高达50% 那问题就来了 你说这些富豪傻吗 攒了攒了 比了一辈子 最后还要交个50%的税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这些遗产税 其实也 你不能说它是个摆设 但是确实有挺多方法 可以绕过它 就比如说之前 我们讲到的不可撤销信托 富豪把钱放到一个信托里 传承给自己的子女 既避免了税 同时呢 自己还可以往里加一些 附加的条款 再比如说 你建立一个家族慈善基金会 这时候你把钱放进去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税 全都是减免的 并且呢 这些基金会 他们的投资收益 是不需要交税的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基金会 直接传承给子女 好 你看 经过刚刚我们说的 这一系列的操作 富豪就给自己的财富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 当你的财富 积累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你就可以请这些 专门的税务呀 会计师来帮你进行一套 长期的税务规划 比如说降低工资 税收减免 减低税率 贷款等等 一系列的操作 就可以保证 财富照样积累 钱照样花 之后呢 再传承给下一代 当然我们抛开这些道德评价 就仅仅通过这些操作来说 不得不说 还玩法 真的是6 下一个能操作的空间 就是这股几亿的收入 就是毛毛雨嘛 众所 众所 周知